一路上人潮自动的翻翻滚滚,身不由主的分开,直通通的出现一条大道,直通皇宫,风声洒然,杀气迷天。 既然你们不识相,就休怪我们心狠熟辣。 大家心里都是这样想着。 刚走出了百石杖,突然前面人潮猛地分开,一道轻袍人影,轻飘飘地出现在众人必经之路上。 却是一个看上去极为普通的老头,面带微笑看着众人。 似乎是有鹏自远方来,不亦乐乎。 诸位,要去哪里啊? 你是? 大长老眼中露出了戒备之色。 这老头莫非是皇宫中的? 大长老看着这老头有些面熟,但就算是想废了他的心,也绝对想不到。 天下第一高手的宁天涯竟然会出现在这里。 再说,宁天涯经过两次提升之后,身上的气息已经与以前大不一样。 它本就存在于传说之中,大长老等人又是记忆模糊,居然认不出来。 我是来跟你们打个商量的人。 宁天涯笑得极为亲切。 咱们找个地方说话怎么样。 哼,你是从皇宫里出来的人。 啊,算是吧。 宁天涯点点头。 正好老夫也有事情要问你。 大长老很有派头的一挥手。 改落。 跟我来吧。 宁天涯丝毫不以为我,当先而行。 去向居然与楚阳在这里的时候惊人的一致。 天兵阁就止。 虚余之后。 就在这里怎么样。 宁天涯笑眯眯地说道。 这里四面环水,清幽静谧,正适合谈话呀。 倒也适合做别的事情。 哈哈哈哈,是的,是的,别的事情也很适合。 宁天涯的心中也很是有些憋气了。 虽然是我怕吓着你们只是露出了一般的修为,但也有至尊好几品了。 你这几个人怎么这么不礼貌呢? 老东西,口气还挺硬的。 三共锋一斜眼。 怎么着,你还想在这儿对我们做点什么? 过来跪下,听老子问话。 本来就一肚脾气呢。 下来之后,却发现这里的人全都死活不知,正在郁闷。 却又遇到这么一个极品老头。 呀的,你在下三天,你这身修为是足够了。 但是爷们儿是什么人? 你那点修为哪里够看的? 二共锋急忙劝劲。 三弟稍安勿躁,还是先将事情搞清楚再说吧。 只要事情水落石出了,这老头,三弟还不是想怎么收拾就怎么收拾啊? 眨眨眼的功夫,也能摆他三百六十五个不同的样子。 哦呸,三共锋吐了个唾沫。 老王八蛋,真真是没点眼力劲。 一会儿老夫要是不好好地伺候他,真是枉活了这一把岁数。 这天下间就是这等的半瓶醋晃来晃去,还以为自己天下第一了。 他妈的,你以为你是宁天涯啊? 顿时一阵哄笑,宁天涯的脸色黑了。 这他妈的怎么说话呢? 呃,各位也都是修炼了数千年的。 宁天涯沉着脸, 作为至尊,总要有一些至尊的风度吧。 若是也如同泼妇骂街一般, 那就不怕掉了身价,使了礼数吗? 我了个狠狠的呸呀! 礼数? 我去那个三大爷他六旧的礼数。 三共锋迎头就是一口透霉星子, 大骂出口。 老子跟你这等蝼蚁,要是还讲礼数? 你算个什么东西啊? 居然人五人六的教训起我来了。 来来来,孙大, 爷爷让你见识见识什么叫礼数? 宁天涯的脸色顿时就难看到了极点。 大长老已经找了个高处坐下来, 喝道。 三弟,先不要冲动, 先把这老王八押过来, 带我审讯一番。 宁天涯有些不可置信地转过头, 惊愕地看着蓝甲大长老。 与这位大长老在许多年前也曾经有过一面之缘。 那个时候, 对方的礼数可以说是到了一种浑然天成, 恭敬到无为不至的地步。 自己还夸赞了好久呢。 没想到这么多年过去, 当他忘记了自己, 只将自己当作普通人的时候, 居然是这一等的恶劣龌龊。 也或者是, 这些人在面对比他们弱的人的时候, 就是这个样子吧。 礼数, 那只有对比他们强的人才用得着。 宁天涯顿时想起了贴补天那句话, 若是成仙成胜, 就不管人间几苦, 那么成仙成胜又有何用? 看什么看呢? 大长老不愿地翻了翻白眼。 过来, 请老夫问话。 宁天涯神情怪异地指着自己鼻子。 你是在叫我? 大长老皱了皱眉。 不是叫你, 难道老夫叫狗不成吗? 叫狗? 宁天涯直接实话, 要不要这样侮辱人呢? 老夫就算是面对帝君血泪寒的时候, 还不曾被这样的骂过呢。 突然而来的气氛, 让宁天涯几乎有些不能回过气来。 这次出来, 本想着若是能够劝他们回去, 也就奉劝一番得了。 毕竟自己不适合参与到九节与九大家族的斗争中了, 可哪想到还没来得及开口, 居然就被兜头盖脸的狂骂一顿, 背后被推了一把, 一个人呵斥道。 怎么的? 刚才不是挺能的吗? 现在傻了, 还不快滚过去。 宁天涯居然被推得亮枪了一下, 到了大长老身前。 大长老有些不满意的哼了哼。 我问你, 我们蓝家上次下来的人, 如今都在哪儿呢? 宁天涯深深的喘气。 什么? 装什么糊涂啊? 三公凤勃然大怒, 一个箭步上前。 你聋啊, 问你话呢? 说着, 扬起手, 一个大耳光子就要拍下来。 打死个老不死的! 旁边有人鼓噬, 宁天涯身子有些颤抖, 那是气的, 实在是已经到了无法忍受的地步。 就算是老夫这位天下第一高手, 在面对一个手无腹肌之力的普通人的时候, 都不曾这么欺负过呀。 你们他妈的太欺负人了。 下一刻, 宁至尊全面地爆发。 一伸手, 闪电一般抓住了三公凤打过的手掌, 下一刻, 就响起了骨骼碎裂的清脆声音。 随即, 重重的一个巴掌, 啪的一声, 就打在了三公凤脸上。 三公凤的脸, 马上就偏向了一边。 手一抖, 七品至尊的三公凤就像泥巴一样软下来, 扑的一声跪在了宁天涯面前。 三公凤脸上的残虐和快意, 还没来得及除去, 就被打落进了深渊, 脸上甚至还没有来得及转换成惊讶。 所有人全部震重, 看着宁天涯干净利落地拾走了三公凤, 大家都是脑袋里头一片震惊。 纵然三公凤再大意, 再是出其不意的攻击, 却也不至于如此的不堪一击吧。 就这么一伸手, 就倒下了? 这可是至尊七品的高手啊, 超越了仙凡之阁的。 接下来一声惨叫, 出自三公凤的口中, 到现在他才感到疼痛。 宁天涯刚才只是轻轻的一抓, 他的右手手骨已经完全粉碎, 惨叫声刚刚出口, 他就醒悟过来, 随后紧紧的闭住嘴巴, 忍住疼痛。 归好了, 莫要乱叫, 莫要乱动。 宁天涯松开手, 淡默地说道。 随着他淡默的声音, 宁天涯却感觉到自己心中许久没有生腾过的杀意, 突然间烈火烹油一样, 熊熊燃烧起来。 这些人已经触及了宁天涯的底线。 原来是个高手。 三公凤脸上冒着腾出的冷汗, 却是宁笑着抬起头来, 试探着将自己的身体慢慢地站起来。 不过纵然你是高手, 在这么多人面前, 你又能怎么样? 我让你跪着, 你没听到吗? 突然间浑身气势, 山红爆发一般猛地狂喷而出。 在宁天涯的气势毫无保留地释放的这一刻, 九天之上, 风云为之变色。 整个下三天, 无论远近, 都同一时间感受到了这种强大的压力。 所有人在同一时间战战兢兢。 正面相对的篮甲这些人, 首当其冲, 更是感受到了这股力量的恐怖。 刚刚将膝盖从地上抬起了三公分, 突然扑的一声又狠狠地跪了回去, 用力之大, 甚至让所有人都听到一声清脆的咔的声音。 随后, 地上就有一圈血渍, 慢慢地迷散开来。 这一跪, 两个膝盖被完全压碎。 但是这一刻, 他却忘记了疼痛, 心中只有无尽的恐惧。 大长老早就已经吓得魂随魄散, 万万想不到, 这个看起来可以随意揉错的老头, 居然是一个如此恐怖的大高手。 在这一刻, 宁天涯的气势配合他的面容, 大长老心中也终于想起一个久远的回忆, 一个传说之中已经成为传奇的人物。 突然间脸色煞白。 那还是自己中年时期, 无意中见到那位神龙一般的人物, 当时自己怀着膜拜的心情在长辈介绍之下, 参见了那个人。 从那之后, 数千年都没见过。 但是此刻却突然想起, 那早已经模糊的记忆之中, 那个人的面容与面前这个老头怎么得如此相像呢? 你, 你, 你是谁? 二供奉竭力运功对抗着这股恐怖的气势, 其他人已经有不少瘫倒在地, 还有人浑身一动都不能动, 在这种恐怖的气势震慑之下, 真的是连动一下小手指头, 也如登天之难。 我姓宁, 我叫宁天涯, 轰的一声, 这一刻, 拦架众人感觉到, 简直是天都要塌了, 宁天涯, 九重天第一高手啊, 刚才自己等人指着鼻子, 无所不用其极谩骂之人, 居然就是自己等人奉若神明的宁天涯。 宁, 宁老前辈, 大长老扑通一声跪下来, 脸上的肌肉扭曲着, 语不成声, 是完备们, 有眼不识泰山。 宁天涯, 宁天涯长长的叹了口气。 我来到这里, 本想保住两个人, 然后劝说你们回去, 也就罢了。 可我却万万没有想到啊, 老夫平生第一次被人骂作王八蛋, 居然就是在今天。 老夫平生做人做事, 无愧于心, 可在今天, 却被人骂成是狗。 同样, 这也是生平第一次。 平生第一次, 老夫被人指着鼻子, 需要跪下才能回话。 这个世界, 真是变得让我看不懂了。 这真是大江后浪推前浪, 一代新人换旧人啊。 大长老身子速速颤抖。 前辈, 前辈饶命, 还请看待。 今日仍然是平生第一次, 老夫爆发出如此强烈的杀心。 我不说你们这种行为, 平常会造多少年, 就因为你们今天得罪了我。 起了吧, 与老夫一战, 杀了我, 你们在这下三天想要做什么都可以的。 第1207集到此结束, 欢迎大家继续。